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请放早 今天我们台北法障敬中学会 原来在333支一二楼的佛堂 现在迁移到341号二楼 因为那边要重建 要重建 所以就必须搬移 在两年前就在规划重建的事情 现在碰到一些单格 那很感谢我们同修大家的关心 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一直在附近找房子 找到无形街 找到基隆路 找到对面那个黑松大楼 找到那个捷运站的楼上 但是看一看 还不是很方便 因为我们办公室 也在这一栋 大家发心 也得活力加持 那么这里 这个二楼 它这个地方要卖 还有我们疗房 那个时候也是在找 那么拆了那些东西那么多 要搬去哪里 我们人住的是还比较好处理 反正住个房间住的地方也都可以 这个我本来计划 就是基隆有个同修 送我们一栋 透天的别墅在山上 我打算去住那边 那每天通车 就像上班一样 后来这个楼上 四楼 七楼 九楼要卖 这个管理员告诉我们 那么想一想 那这样也很方便 这边 五楼办公室就在这里 那同在一栋大楼也方便 那这个 令佛堂我们在 三三三支一支二楼 我也考虑到一些老人家呢 太高不太方便 如果一楼啊 走一下楼梯还可以 如果脚不好的啊 那一个电梯可以补助 就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大家的关心 那特别周期是很热心 把我们找了 但是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找 找来找去啊 我还是回到我们老后上那句话 他说你要弘法立身啊 你自己不要操心啊 佛菩萨会给你安排啊 现在呢 我也 我自己去白操心的 操那些心也都 多余的啦 但是啊 我在这里负责也不得不操心啊 当然你面对要拆迁 你东西一定要搬啊 那东西那么多搬去哪里啊 那也当时给陈永迅买那个 他在做灯饰的 那个做广告的 那现在我们那边 念佛菩萨 他原来是在做仓库 掉在那个玻璃啊 给人家看的啦 后来我跟他讲啊 我说我们一些老菩萨呢 没地方念佛啊 陈永迅吉士他就 他也 他自己 在三重他们自己的房子 也提供给大家念佛嘛 做三重静忠协会很多年了 他也发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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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半的价钱啊 这个仓库他自己再去找啊 他说还是 给一些老人家来念佛啊 这个很重要啊 那么这一次啊 买了这个啊 大家的发心啊 也有感应 那也特别感恩我们新加坡 人口地产公司啊 周明 周明他们前家的大力扶持啊 这个也非常非常感恩啊 所以很多英联啊 聚集起来啊 所以才能啊 成就一桩事情啊 那这个也是大家啊 长期发心啊 长期发心 那我们这个念佛堂啊 比那边是要小一点啊 比较小一点 我们平常共修人不会太多 大概说一二十个啊 那二十个人的啊 我们老上也依照啊 映光祖师提倡的 现在这个时代啊 念佛堂啊不要大 二十个人 那这二十个的啊 这个刚好 这个一边做十个也 大概很松啦 那多一点多到三十个 应该还可以 平常不会那么多啊 因为今天做这个仪式啊 人多一点 平常人不会很多 也刚好试用啦 所以佛菩萨呢 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 他说你需要多大 他就给你多大 你人没那么多 他那么大给你 你用不到啊 而且打扫又很辛苦 那这个 我现在越想越去证实这个事情 那以前就是 基隆有一个法师啦 早年啊 我还没有出家 四十几年前啊 他老人家讲地上经啊 说佛门中有求必应啊 那个法师听完经后啊 就问我们师父啦 他说他 求电冰箱啊 求了好多年都没敢应啊 那个很早啦 大概 四五十年前啦 那个时候电冰箱还是 比较是属于是奢侈品啦 一般人家是也买不起 那那个法师他说 他求了 求地上菩萨求了好多年啊 没敢应啊 那我们师父就问他 你没到场住多少众啊 多少人啊 他说差他一个人 我师父说 那佛菩萨看你一个人 你买一个冰箱那么大 他用不到嘛 所以佛菩萨 给我们的刚好我们 刚好够用啊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呢 我也是 慢慢啊 也感受到 也师父讲的 慢慢也去证实这些 佛菩萨的加持啊 各方面的感力 因为我们实在讲啊 来这里买房子 没钱啊 那那个地方要重建 政府给你补助 让你不要自己拿钱 就不错啦 所以也是佛菩萨 互法善成 那当然啊 也是我们 互法的发心啊 这个也非常感恩 大家的同共发心 大家同心协力 那么一个小佛堂啊 那当然长期的维护啦 还是要靠大家来发心 整理啦 打扫啦 那都是我们老人家 在做这些事情 也非常感恩啦 那么我们在这里共修啊 总是 我们人总是要有个 皈依处嘛 三皈依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神 我们要个皈依处啦 那一个人 他精神没有一个皈依处啊 也很可怜啦 也很可怜 那我们学了佛啦 我们的皈依处啊 我们的目标方向 就非常明确啦 我们 没完没了啊 你真的不想死 就要去西方啦 这是说真话啦 佛给我们讲啦 讲真话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这个佛法要有人常常讲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法轮常转 什么叫轮啊 为什么要常转 就是要讲真说法啦 你不断的讲 不断的提醒 大家才知道啊 不然大家不知道 那就是要干什么的啊 念佛是在念什么意思的啊 他不了解 看到人死的就在念佛啊 一看就去叉了 以前就被我 我父亲骂啦 我的听经 去请个念佛机回去啊 他说我都没死 在跟他念 不知道 后来是慢慢跟他讲 慢慢跟他讲 他才要慢慢的了解 再接受 所以你没有人讲啦 他就不知道嘛 当然他产生误会 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法轮要常转 讲经说法要不断 弘法 弘扬佛法 这样啊 大家才真正认识佛教 才知道啊 佛法的真实功德利益在哪里 佛法最终是要解决我们生死的大事 生死 那世间还有比这件事更大吗 没有啦 那这件事情可以解决其他就容易啦 所以我们念佛求生希望也要解决生死问题啊 不然你无量节来生生世世就在六道生死轮回啊 没完没了啊 苦不堪言啊 那这一身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身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机会到了 我们遇到了 不容易 这百千万节难遭遇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阴廉 保护这个阴廉 这一身大家同愿往西方 那现前我们还在这个苏婆世界 现在灾难很多 所以牢上要我们在双溪山上做百七信念 做户口息灾 那总是做了十一年啦 在这个星期五就第六届百七圆满 那十几年来啊 也沉蒙大家同共发心 四重地址大家同共发心 我们也劣尽绵薄之力啦 那总是对灾难啊 减轻一点是有帮助啦 那如果要灾难啊 完全消除 那要所有的人都接悟才行啊 那少数人啊 减轻有帮助 所以我们目前啊 只能做到灾难发生 但是有减轻 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 或者往后延迟 我们只能做到这样 所以星期五是延满 那这个第七个百七 第七个百七是 十一月二十八号开始 星期天 这个 这个 大家有空也可以随洗啦 也可以随洗 那么七个百七 那我们牢上叫我们做七个百七啦 那后面的百七就 看那边的情况 那边也要盖试验 那个也要 面临到啊 拆迁等的问题 不过那个 比较没那么快 现在在大碑里面啊 东陵寺会先盖 比较深山 那会先盖 那个也是 那边一定要盖好 本来这个双西小竹要拆喔 我那个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我在这边要拆 都头痛了 那边又 批准的要拆 差不多拔倒去了 拔到鞋 也是真的很头痛 现在总是佛力加持 东陵寺批了 那个东陵寺是建地 他这个快 现在已经 接近了 可以申请建造了 接近了 两三年时间 那这边也刚好 所以我们现在 华藏这个阴远 就面对这个搬迁的 阴远搬迁 隔壁是流通处 流通处还没有做好 因为这个佛堂 有很多同修关心 什么时候开始共修 因为爱疫情的关系 我们停了五个月 停了五个月 那现在疫情有比较减轻 那现在政府规定 室内是八十个 八十个人 那我们这边是不会超过 我们这边不会超过 那规定还是要戴口罩 规定还是要戴口罩 规定还是要戴口罩 这一点我们也是要 配合政府的一个防疫措施 那今天下午有送地上景 因为我们靖宗协会 主修经典是佛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 绝经 这是我们主修的经典 那么地藏经我们是十灾日 十灾日 平常不是十灾日 我们下午两点到四点都公送 无量寿经 那也给一些要做期的人 他来随喜 做期的 那我们这边人家座期 包括山上 我们也都没有收费 没有收费 就是你愿意来参加 那你就可以来写牌位 特别在家属新的亡灵 49天之内 但是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说 你家属一定要来 这个才会有感应 那你家属自己不来 那家属你把我黏黏就好了 他自己跑去玩 那怎么好 那个没有效果 那没有成立 那善老师我去看过 我才知道什么叫感情餐 这一度 这一度 就一个亡灵 一个亡灵 就像火葬场这样 一位一位 然后法师一组人 一般轰轰轰 就跑到这里叫轰轰轰这样 就是这样 原来这个叫感情餐 然后呢 听我们师父讲 说那个 他父亲死了 然后在外面请法师做法会 他的家属在 在里面开一个房间 干什么呢 打麻将 所以我们老上以前 早年讲地藏经 说 那个超度怎么会有效 那儿女都没有一点孝心 那这个 那这个 就是没有成立 那这个没有感应 所以我们前提就是说 你要来参加 那要参加 那有一个 比较远的 我们有时候 法会也有 网路直播 那比如说坐在海外 住在大陆 他不能来 那有很多头修 他在网路上参加也是可以 这样你要参加 你要超度你的家属 你自己都不参加 那怎么会有感应 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明白 所以我们的条件是这样 如果你家属不来 那就 给你立 这个 要了解 那么家属来 其实是名养两立 他来 他来参加 他可以把功德回向给他的 父母 祖先 家禽建属 那一方面 他自己本人也得到佛法的利益 有很多人他就是因为这样走入佛门 因为这样的因年走入佛门 那我们的目的是在弘法 我们不是在 为了 赚这个钱 我们不是金灿道场 为了赚这个钱 金灿道场都有价码的 我们也没钱 很怕命黏的 做金灿的他有价码的 你要念经 要一个字一个字念的 跟跳过去跳过去 那价钱不一样的 念得跳过去就比较燥 那价钱不一样 我们要跟人家做个生意 你也要有诚意 对不对 那你要求佛菩萨 那这种心态怎么会有感念 那只是用生意上的交易而已 一个形式上而已 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 大家来诵经 如果我来主持 我都会讲几句话 那讲话也是根据我们牢上 弘扬佛法 是个原则 大家明白 要搞清楚 不能浮立浮土的 所以佛就是教我们要做个明白人 真正明白就是大策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就成佛了 真正明白人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我们平常就是 两点到四点是无量寿经 念佛然后在回向 下午两点到四点是从 地藏菩萨本念经 那上午就是弥陀经 念佛三个小时 那弥陀经是小本的无量寿经 是一样的 比较简单 那基本上我们每一天 还是固定一部 无量寿经 本来就是一部弥陀经 那实灾律又加一部 地藏菩萨本念经 那么地藏菩萨本念经 我们实灾律加上去 也是我们牢上 早年在新加坡讲 地藏菩萨本念经的时候 有同修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实灾律 根据地藏经讲实灾律 再加个 加送个地藏经 我们念佛的人 再加一个 可以不可以 我们牢上说可以了 我们修正宗 基本经典 那这个是 等于是 加上 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 那地藏菩萨本念经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洪毅大师 在演讲录里面也讲过 普见静宗道里 坚持宗地藏经 坚 就是附带 持宗地藏经 这个地藏经 就是我们超度 魔幻景点 你家人认识过世了 你想要知道他去哪里了 你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会 在梦中带你去 给你指点 他现在去什么地方 好不好 那这个也很符合我们这个 世间的人情 世间的人情 那佛是在灭度前三个月 上身道立天 为他母亲说法 所以这部经又称为佛门孝经 那报母恩 报母亲的恩德 讲在地藏经 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生 七天他妈妈就死了 所以 要涅槃前三个月 就上身道立天经 讲这部经 来报答他母亲的恩德 所以这部经 称为佛门的孝经 那地藏经讲这个超度 讲的最详细的 最详细的 我们也很有需要 我们大家都有家心见属 常常在做超度 超度的理论方法 都在地藏经 其实诸念 这个也是在地藏经 诸念 你看地藏经讲 会有人 灵命宗旨 得问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批之佛名 不论有罪无罪 他就会 帮他消业障 这也是出自地藏经 所以超度 他有超度的理论 还有他的方法 那这个理论 就是我们的依据 如果没有经典的依据 那你说做超度有什么意义呢 人死的看不到 那你超度有什么 到底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一般人你说讲超度 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关键都是要经典 尤其是大圣经典 因为人死是这个身体 坏掉不能用 实际人是没有死 他再去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事实是这样 如果他在身做好事 那来生他人天善道 他去的地方更好 那如果朝二夜就多上二道了 身体越犯越差了 犯到畜生 恶鬼 地狱 那就越来越不好了 他根据他自己本身的善恶业历 四九三之后 如果不是大善大恶 这是要中过这个四九天 没有羊上家属 没有给他做功德超度 那就根据他生前造的业去受生了 该去三二道 三二道 该去三三道 三三道 如果在这个四九天之内 他原来二月照的比赛都要跺三二道 那这个四九天之内 这个家属有给他修功德 可以让他免于跺三二道 那这个就差别就很大 差别就很大 你有跟他回向跟没有跟他回向 那差别很大 那世俗的人不知道啊 不知道那个世俗真相 是佛给我们讲我们才知道 那我们知道之后就知道 该怎么为自己家属来做 明阳两立嘛 那不知道的人那就没办法了 你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 自性是不生不灭 我们六根的根性 我们现在身体里面 你能见能闻 那个性啊 它本来就存在的 本不生 阿字本不生啊 阿字所有一些阴生的 最原始的一个阴 他本来就没有生啊 本来就没有生 意思就是他本来就存在啊 没有生他就没有灭嘛 那人为什么会死 因为有生嘛 才会有死嘛 那没有生哪来的死 那本来就存在了 就是学佛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自己就是自己的自性 在哪里啊 你现在眼睛能看的 能听的 不生不灭 你这个身体会变化 那一个不会变化 教你认识那一个 禅宗讲啊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就是修那一个啦 那个你见性你就成佛啦 所以大家都有佛性啊 每一个人都能看能听啊 那这个相不一样 性一样 这个是理论基础啦 理论就是事实的真相 理论基础 那这个你确定这个人 就是以前我们台湾话讲 贵心啦 知道年纪大了应该听过 年轻人应该没听过 人戏有这贵心啦 贵就是过啦 犯过一个身体啦 那贵心贵心啦 就是犯过一个身体啦 你要犯好一点的 还是犯差一点的 那个就不一样啦 那我们现在来遇到净土法门 当然我们要犯那个最好的嘛 就是莲花化身嘛 阿弥陀佛那个 那个是最好的嘛 犯那一个嘛 没有遇到净土法门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遇到了当然我们 我们要选择这个啊 这个佛都请我们的希望嘛 你犯一个莲花化身啦 永远不会死啦 金刚不外生 在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父母的肉身 这个有生老病死 这个是假的 换一个真的就不会死啦 假的会死 真的不会死 这是事实的真相 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基础 成立之后啊 加上方法 那我们超度就有意义啦 就有必要啦 就有他的价值啦 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一个啊 他觉得做那个 他也看不到 好意义 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 就是告诉你 告诉你这一桩事情 那你认识清楚之后 你才知道这个重要性啊 如果你不认识啊 最重要你把它当做不重要 那差别就在这里嘛 那差别就在这里嘛 所以佛在任言经 波斯逆王六十二岁啦 脸皮都臭啦 常常听佛说这个 听佛说有一个不生不灭在哪里啊 佛说就是你身体里面啊 你眼睛能看的都能听 里面那个性啊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那这个身体会变啦 要问他啦 你几岁看见你恒河 然后三岁他妈妈带那去恒河 去祈祷 三岁就看到 他说你现在六十二岁 能不能看到 还是能看到啊 就是 你这个身体 三岁跟六十二岁不一样啦 但是你 三岁能看到恒河 那个见 跟现在六十二岁能见 那个见有没有差 他想一想没有啊 没差 那个见性没有变 不生不灭 它没有变化 但是我们身体变化了 但六根的根性它没有变化 那个才是我们的本人啦 现在我们打了身体当作我 我们老丈讲经常讲啊 这个不是我 这是我所 这身体就像衣服 那衣服今天穿这一件 明天穿那一件 那我们本人没变啊 那衣服变啊 那我们身体就像衣服一样 我们六根的根性 那个才是我们自己本人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么你来参加这个超度才会 心里才会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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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做所有的仪式 包括祭祖 你一定要明了 那么今天不是灾律 下午啊 因为周姬是她二嫂 二嫂是大嫂 大嫂刚过世 今天刚好是座七 座七就是 我们牢上过去有个惯例 就是 凡是新的道场成立 第一部经讲地上经 因为地基 所以我们今天启用 刚好也是座七 我们今天就送地藏经 下午我会参加 这个往后就跟我们平常一样 死灾律是地藏经 那不是死灾律 就无量寿经 这个跟我们在那边一样 那现在是午灾时间 午灾时间 跟大家聊天 跟大家聊聊佛法 我觉得也是 不错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 非常感谢大家发心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边 原来是那一间 要跟他买他们还不卖 就是缺了一个厨房 缺了一个厨房 所以那边以后如果拆了 可能我们都在搅滑 我们要去吃外面 或者外面叫便当进来 那边如果拆掉 现在没有拆 我们暂时还会再使用 还会再使用 所以 以后如果拆了 如果那间还不卖 那我们只好就便当了 那现在是午灾时间 祝大家 禅类为时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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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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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要相信聖言諒 佛講的話就是聖言諒 雖然這個不是我們自己現在親正的境界 那麼我們要先相信佛的聖言諒 將來我們成佛了 那我們也會見到 我們的往生西方通通見到真相 我們現在還在凡夫 我們的能見度有限 障礙很多 法界就是界限很多 障礙很多 那佛是完全沒有障礙 所以徹底明瞭 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 那麼最近這個新冠疫情的 災情也相當嚴重 這個比過去03年那個SARS還嚴重 SARS那個時候還不需要打疫苗 而且地區主要在大陸 台灣 香港 那這一次是全球的 全世界的 而且美國是最嚴重的 這個 的確我們敬老和尚常常講 現在地球上災難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嚴重 那我們從這個一二十年來 我們去回顧一下 的確 災難越來越多 越來越嚴重 那這個災難怎麼造成的呢 不是什麼天然災害 都是人去製造的 人他不講文理道德因果交易 不講這個 人緩常 在左傳講 人氣常就要行 常是什麼呢 常就是倫常 五倫五常 這個常就是常道 常道就是正常之道 人如果去違反這個常道 就有災 又有妖 災妖就行了 那你會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什麼以前沒有看過很奇怪的動物 現在在網路啦 報紙上都會看到 那個就是妖妖的一個意象出現 那天象也出現了很多 不形成的天象 那古人啊 就有觀天象的這個學問啦 現在講的天文學 觀天象啊 看到這個星星位置不對 就知道 人 人間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天地人啊 他是相關的 那現在人不懂啊 那就把它分割啦 好像那個 跟我們人沒有關係啊 天人災害啊 是天人災害 跟人沒有關係 那實際上就是人的關係啦 你看我們頭上天 我們腳踩的是地 那當中就是人嘛 分不開的啊 天地人山踩嘛 那個歌 這個人… 這個是… 我們要讀經 為什麼要讀經典 世間的經典啊 就指四書、五經、十三經 那中國最原始的經典 叫《義經》 那些經典都從這個《義經》出來了 佛教傳到中國來,我們現在讀佛經 古人講子孫雖以經書不可不讀 子孫雖然聰明,現在說智商不高 但是你也不能不叫他讀經 因為不讀經他就沒有智慧 他就沒有能力分辨是非三惡,真、妄、邪、真 沒有這個能力,經是一個標準 那麼有了經的標準,那是非對錯 是非三惡我們就很清楚 我們有一個準則在,有一個標準 現在不讀經,沒有是非三惡 那不是沒有是非三惡,大家搞不清楚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也搞不清楚 現在去殺父殺母,他說很正常 那聖人在經典上講的,那是不是這樣 對啊,你看啊,我們剛才讀地藏經 地藏菩薩若毅,不孝父母者或是殺害 當作無間地義啊 千萬億劫求出無期啊 那罪很重的啊 那現在呢 我們台灣發生了,把他母親給殺了 那桃園那個,前一段時間不是發生過這麼一個新聞嗎 他媽媽這個這個,把他媽媽頭砍下來 斬頭啊,斬首示眾啊 把他頭從樓上丟丟下來 那法官判無罪 這個在古代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無罪 那這個就是什麼,大家要看清楚喔 這叫緩常喔 這緩常喔 那這個就有災難耶 這個 所以左傳講啊,人氣常的搖行 那麼五輪如常啊 現在人啊,都是亂講啊 他說這個什麼古代啦 那個皇帝 專制 用這個來控制人民的思想 亂講 你爸爸跟你媽媽是皇帝創造的嘛 父子 夫妻 五輪,第一個是夫妻嘛 有夫妻才有父子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五輪照端於夫妻 就有夫妻才有兒子嘛 沒有夫妻就 沒有兒子啊 所以五輪第一個是夫妻 夫妻來了 有夫妻才有父子 就兄弟、兄弟姐妹 然後 朋友 再來啊 君臣 這個領導人被領導的 這五輪的關係 那大家想一想 這五輪關係是誰發明的啊 他不是那個聖人 他是設定一個五輪 來限制你 那自然就是這樣的啊 聖人是看到這個事實真相 那給我們說明啊 這變成說是 控制人民思想 那誰在控制啊 你爸爸跟你媽媽 生理是 是哪一個人在給你控制 他就是自然生態嘛 自然就是這樣啊 那麼這個輪啊 你不能 這個就是 武昌啊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啊 夫婦有別啊 長幼有性 朋友有性 你這不能去違反的啦 違反你就會出問題了啦 那哪一個世界 哪一個族群 大家想一想 有沒有這個五輪 那個非洲那個黑人有沒有 也有啊 黑人也有父母啊 也有惡女啊 所以 我們不能聽現在人亂講 我們要相信經典 聖賢佛菩薩講的 才正確啦 所以我們不讀經啊 我們就沒智慧去分辨這些 那麼我們讀了經之後啊 那現在的人他在造的業是什麼業 是三業還是二業 我們就非常清楚 那將來他的結果會怎麼樣 也非常清楚 也不用去看什麼 看相算命啦 什麼義言啊 你看人的行為啊 現在在造的是惡因還是善因 那將來結果就知道了嘛 你現在造的是惡因 你的思想原理行為都是錯的 那將來結果怎麼會好結果呢 那肯定啊 因果啊 他就是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所以善惡他不能代替的 不能代替的 善代替惡惡代替惡不可以 善就是善報惡就是惡報 所以因果立全面啊 人人平等啊 那我們世間的法律 如果不照經典去定 定出來叫惡法 那惡法你就要造惡報啊 你定了那個就是給自己定了 將來地獄的證據啦 這些我們也要多多的了解 所以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 我們要認識清楚 亂世 亂世 所以這個災難肯定會更多 那現在我們感覺好像也還好 那為什麼還好呢 因為大家來這裡誦經 如果你們不來這裡誦經 恐怕就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這個社會上還是有一些好人 那好人啊 他做善事他默默地做 還不出名 人家也不知道 那這一股力量啊 在減輕這個災難 反核這個災難 是這樣的啦 那全世界當然 不是說完全都是壞人嘛 當然也有好人嘛 但是比較少就是啦 比較少 壞了比較多 災難才會比較多 才會比較嚴重 如果好人比壞人多 災難就很少了 完全沒有壞人就沒有災難了 就是這麼一個事實啦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一些議員 我們也參考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以經典為標準 那講的跟經典相應 我們就可以採集 那講的跟經典不相應 我們聽聽就好 不要太過迷信那些 那經典是真理 那地藏經講呢 不孝父母去殺害父母 那那個是 絕對是忤逆罪啦 那個不是一般的這種形式啊 那就是忤逆啊 那個叫逆罪 那個叫逆罪 所以地藏經也是講英國 講英國 那麼造了罪過去無癡 那現在我們接觸到佛法 念了經典 我們可以懺悔改過 佛啊 引起人懺悔 你造再大的罪 造五逆十惡 都可以懺悔 只要真心懺悔改過 罪就消了 罪就可以消除 這是我們大家呢 常常讀經典 你會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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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得佛力加持 護法善神的保佑 所以地藏經講啊 你說地藏菩薩 那我們念地藏經 這個周圍啊 一些災難不會發生 會發生 那這個 當然現在這個瘟疫啊 也可以避免 可以避免 但是政府的一些法令規定 我們也是要遵守 所以我們停了五個月 因為政府會害怕 不不學佛的人他也會害怕 但是我們很清楚嘛 這個佛力加持 因為這個跟鬼神有關係 地藏經講行病鬼王 在我們民間講 叫瘟疫神 在高雄鳳山啊 一個城隍廟 那個是高雄慶忠學位那個 剪媽媽她的公公那邊 清朝之後蓋的 三百幾年 那裡面啊 很具足啊 二十四師 其中有一師叫瘟疫師 就 中門在管這個傳染病 那個瘟疫師 又賞善也罰惡 那我們看了這個道教的鬼神 地藏經在看 我們三寶弟子啊 歸佛歸法歸神 有經典的遺跡 你看啊 我們讀地藏經 山神土地神 這個苗架神 這個 很多神眾 所以那個瘟疫有瘟疫神 地藏經是講行病鬼王 善發瘟疫的 那如果你在那邊共修 念地藏經念佛 這個行病鬼王不會進來 他會付出 這一點我們大家也要了解 現在我們 總之我們 知道這個道理啦 但是政府的一些 防疫措施啊 我們還是要遵守 還是要遵守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講 我們有佛力加持 你不要擔心 這跟他講不通啦 這跟他講不通啦 所以我們心裡明白就好 現在呢有比較開放啦 比較降級啦 所以我們今天才能在這裡講修 那這一點請大家多多理解 多多理解 這個 大家 這段時間啊 如果疫情沒有再升溫 我們就是照這樣 那麼講經的部分啊 我們下個月再看看 晚上有講經的部分 那現在先 送經念佛 這個先 照原來這樣的 照原來 我們死災日 送地藏經 不是死災日 就送無量縮經 死災日再加一部 上午加彌陀經跟念佛 就是加強 加強 那這樣啊 大家必得佛力加持 業障消除 福慧增長 身心安康 六時吉祥 合家平安 那非常感恩大家 常年的付辭 那我們今天 就到此圓滿 今天啦開張 到此圓滿 好 祝大家 一切吉祥如意 阿彌陀佛 作詞 編曲 李琢俊 伍曲 斗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